看完這部電影 然後 楊書記就剛好坐到我旁邊 我就 有沒有很緊張 因為我當下那個 就是我還在那個 電影裡面那個氛圍還在狀態 就很想跟他說 活該 鐵拳垂到你了吧 就是楊書記這個角色 他裡面有一句話 我覺得說的很對 雖然他是反派 但他說的沒有錯 就是 人是健忘的 那我們作為民主世界 就是活在這個民主自由世界的一員 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讓真相 盡量去被傳越 讓真相被光照亮 我們的先輩 用他們的雙手 用他們的鮮血去換來 我們現在認為理所應當的民主自由 他們正努力的捍衛著那一根鋼繩 那一根鋼繩懸吊著我們台灣 不讓我們落入這個極權 你就要更努力的握緊那一根鋼繩 即便我們的手都長水泡 甚至拖久了 我們還是要努力的 去維護這個民主自由 讓它越來越好 那就讓我們繼續把這個被沉默已久的故事 分享給各位吧 謝謝 謝謝瓜哥 我一直覺得聰明是一種天賦 可是善良是一種選擇 那勇氣就必須來自於行動 請大家竭盡所能幫我們宣傳 讓這一部從頭到尾拍攝到 連上戲院都這麼辛苦的一個好電影 能夠讓所有的果人看到 最簡單的時候對我來說是 在接到劇本的當下 我馬上就回去看了 那時候我真的是思考了 一整個晚上都沒有睡覺 都在想我到底要怎麼接這部電影 我一直在想這支片能帶給我什麼 問題其實反過來我想說 那我能為這支片帶來什麼 我能為各位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我決定接下來這支片 已經半年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困難 這些困難我們都已經努力過來了 再來就是大家的事情 那我們每個人其實沒有像 曹星成董事長有30億可以捐 但是我們每個人可以花電影票 進場去支持這部電影 讓台灣所有的民眾都能夠看到這部電影 一起來保護台灣的民主自由 謝謝大家 人們都被傷了 他們被殺了 他們被刑罪了 如果我們沒有行動 有時 你必須要承諾這些事情 為自己保護 你需要孩子和我 還是你非得要去 我們必須要做所有的事情 去把真正進入生命 沉默呼聲 8月12日 為自由發聲